来关心台铁又传出列车的ATP出现异常 导致班次延误 这回故障的是依依车次的普悠马列车 在今天上午的10点18分 因为刹车辅助系统故障 在抖六站重启无效 以60公里的速度行驶到嘉义站停靠 最后延误了59分钟 台铁工会发言人也表示 当司机员遇到了ATP故障时 会按照该有的SOP来执行 旅客们在列车上不知所措 着急等待 台铁111次普悠马7号上午又传出故障 ATP刹车辅助系统在抖六站重启无效 方便行驶到嘉义站暂停 最后用加挂车头的方式 延后将近一小时才启动 但这已经是本周第二起ATP故障事故 没多久前才有司机员因为ATP故障拒开 但究竟为何故障率会那么高 日前司机拒开受到交通部长的赞扬 而不守规定要求继续行驶的台铁主管 也已经遭到惩处 只是故障问题持续发生 除了人的检讨 硬体设备该如何升级改进 ATP列车防护系统是列车超速时 用来强制降速 被视为列车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台铁不只要优化内部的SOP 还得升级硬体设备 毕竟让旅客安心搭乘 平安抵达才是最重要的 基尔嘉义中的报道 平安抵达才是最重要的